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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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林苏 今天 我要说的故事就是 我怕暗梦梦 天变暗了 我可以去的地方变酒了 我走暗蒙蒙 在黑暗里面 有妖怪会跳出来给我吃鸟 山林暗蒙蒙 黑色色 里面有手腰 房间里面 暗暗的叭角 会唱到一只魔鬼 秋冬暗蒙蒙 秋冬里面 有魔神 面层下 暗蒙蒙 里面 有妖怪味在那 我妈妈 给我一只手电 我用这只手电 就向着山林 山林 暗蒙蒙的所在 并没有手怪 只有一大堆手啊 我用手电 就向着 半径暗暗的所在 叭角 并没有什么魔神 只有一大堆 只有一大堆 我用手电 就向着 暗蒙蒙的 秋冬里面 秋冬里面 并没有魔神 只有一大堆 很可爱的小动物 我用手电 就向着 面穿卡 面穿卡里面 并没有味着什么妖怪 仅仅是一些我黑白痰的东西 由今天开始 我买又怕 暗蒙蒙 因为我知道 电火 可以找出公明 把那个暗色色的地方 全部都借给你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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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的 爸爸 妈妈 还有其他 家里的人 他们的保护我 所以 我买 又走 暗蒙蒙 啰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 讲完啰 你 自己走 暗蒙蒙 叫你 走去 暗蒙蒙的 房间 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很害怕 不用怕 你只要把电火闭闭 你会发现 其实 暗蒙蒙的地方 并没有什么怪物 还是无神了 好咯 我们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后一次再会咯 再见